已播出近20年的凤凰卫视热门谈话节目《枪枪三人行》宣布停播 另外中国知名历史教师袁腾飞拥有大约1600万粉丝的微博突然也遭到封号 那么这两个事件在中国舆论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应 有分析说在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 中国的言论环境一片肃杀气氛进入了万马七音的时代 接下来我们就邀请旅美资深媒体人林苍州先生来分享他的看法 林先生你好 你好 凤凰好 《枪枪三人行》近20年来针对中国的热门新闻事件或者热点话题进行探讨 是一个口碑很好的谈话节目 那您认为导致它停播的原因和中国政府全面整顿媒体及网络的行动有没有关系 当然 这是非常大的关系 因为今年秋天要召唤十九大 我认为这个是为十九大进行一个舆论清场的工作 你知道中共每逢开大会的时候 它按它自己的语言系统讲 要营造一种欢乐祥和的氛围 所以它也担心在这个期间 有些节目继续使它自己的党的喉舌造成了一些杂音 比如说你有时候无法控制这种来宾嘉宾的讲话 所以总而言之就说这些谈话节目有可能触及到时事 这是它比较担心的 所以干脆就暂时停掉就完了 好的 那么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袁腾飞的这个微博号 九月十一号突然被封的这样一个事件 就在这个此前不久呢 袁腾飞挑战了受到中共热捧的网络作家周小平 而周小平呢也发文痛批袁腾飞 指袁腾飞侮辱志愿君 成了这个藏独组织的导师等等 于是外界就将这个两者联系在一起了 那您认为 林先生您认为袁腾飞微博号突然被封 和周小平有没有关系呢 是这样的 你现在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是这个周小平的这个大批判文 导致袁腾飞的这个微博被关 但是就说这里面是都是孤立的歌啊 因为这是从大的舆论环境 大的氛围来讲 它是有逻辑关系的 因为你知道像周小平这种智商啊 这个常识 异商很多的这种所谓网络作家被当局捧红 他本身就是一个风向雕嘛 这个周小平这种人是当代的姚文员 他与过去的姚文员的那个理论素质文化水平 那个偏让之别 但是他现在抛出一条三大原灯飞 那一看就是文化大革命那种 搬打白骨筋的那种架势嘛 连袁腾的原子都写是原侯的原 而袁腾呢 他之所以受到这个网民和读者的这种欢迎啊 他是因为他把这种历史 还原历史 而且以一种非常幽默的 甚至带一点惊味的幽默的这种语言 还原了历史 包括他讲这个毛岸英在朝银战场 被炸死 是伤伤了 网罗考验 所以这种毛综东这种毛粉 非常轻轻汹涌的情况下 我想就是说这些媒体 不管是出于当局的受益 还是自我审查 他也一定要把这个微博号占掉 最近我们注意到呢 中国当局呢 出台了新规 规定了社交媒体平台的群主负责制 新浪微博也推进了实名制 那么有分析就说呢 中共在十九大召开前 这个舆论管控是相当严厉的 您如何看待目前的这种形势 我认为呢 就是说这个 当然是万马其英了 不过这些政策万马其英呢 也有一马 这些一马 这个族行的这种味道 这个马是什么马呢 就是刘徐开马 吹牛开马 你看啊 就是各地大员那种表忠的这种 都已经快达到林总统帅的这种时候的状态了 但是就是说这种 我微博的联组有没有效 我觉得是值得观察 值得考量的 你看 这种微博微信 说了多少年实名制 但现在还在让实名制 那岂不是就这么很多事情推不动了 而且我认为就是说 在底层民政中 就是说 对他们的妄议 所谓的妄议 这个就是的治理 真是 那达到文字语的高峰 比如说这个山东的这种 网民在网上说包子 居然太叛刑了 这简直是华天下只大鸡嘛 还有发过 就是议论食堂都给扎起来了 那我觉得就是 这些能不能挡住 我觉得值得就是最后去考量 所以就是我们也不可以灰心 就是说你处在任何多种 策略 多种政策 最后人民的声音 我觉得是不能阻挡的 好的我们感谢林先生 在加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